大家好,欢迎来到深度八卦频道,本频道分享男神女神的故事,欢迎持续关注。 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,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,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们的最大动力。希望大家喜欢。 有一些歌曲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,但依然深受大众的喜欢,比如该死的温柔这首歌。 时光荏苒,距离这首歌问世已经过去了14年,演唱者马天宇已经35岁了。 与这首歌一样,马天宇的外表和性格都非常的温柔,是个极颜值与实力于一生的明星。 他以歌手出道,转型成为演员后,也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影视作品,像《古剑奇谈》、《幻城》、《怪侠一只眉》等都出现过他的身影。 在私底下,他也非常的低调,在圈内口碑一直很好。 显为人知的是,马天宇温柔和美好的外表下,却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和难熬的日子。 1986年,他出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里,在他很小的时候,就做农活来为家里赚钱。 后来日子是实在过不下去了,他无奈之下选择辍学打工来赚钱养家。 但马天宇童年的悲惨,并不光是因为穷导致的,而是母亲的离世。 在他五岁那年,重病缠身的母亲委托他买一种药,处于懵懂时期的他并没有过问太多,听话的将药送到了母亲的手上。 那天正好是中秋节本应该是一家人的团圆圆满,马天宇的母亲却选择在这一天,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而害死母亲的药,却是马天宇亲自买的,这件事成为他一生的痛。 从那以后,他从来也不过中秋节。 母亲去世后,父亲却欠下拘债跑路了。 因为欠债迟迟还不上,他的弟弟还被债主强行卖掉抵债,至今下落不明。 迫于现实的无奈,他到北京投奔叔叔打工不管多苦多累也从未抱怨过。 2006年,在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得到参加加油好男儿的参赛机会。 凭借化美男的样貌和温柔悦耳的嗓音,一举夺得那届冠军。 而当节目组到他的老家拜访时,他的悲惨绅士也曝光在大众面前。 都说人红是非多,连这个温暖的大男孩也不放过,走红后关于他的一些流言蜚语传了出来。 而这些流言蜚语传到了身患重病的爷爷的耳朵里,导致爷爷病情加重,间接造成了爷爷的死亡。 后来,多年不闻不问的父亲回到了马天宇的身边,或许是想通了,也或许是还清了债务。 渴望亲情的他选择了放下怨恨,一家人拍摄了全家福。 可还没等马天宇享受到家庭的温暖,他的父亲也离世了。 即使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和坎坷,但他却永远以温暖、美好的模样,出现在众人面前。 他参加的很多节目,需要有家人参与的环节,他却永远都是一个人看着他落寞的眼神。 真是让人太心疼了。 马天宇非常热衷于儿童公益事业,因为他很善良,不愿意再让那些孩子经历自己所受过的苦。 马天宇曾经经历了太多的人间悲剧,希望未来的日子里岁月能够将他温柔以待,也愿他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那个失散多年的弟弟。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,如果觉得还不错,记得点赞和订阅哦。 您的支持是我们进步的动力。 下次视频再见。